怒涼不夠 那個外溢不在這一題的討論範圍裡面 我們這一題只是討論他 願意給老婆花 因為他給外溢五百萬 不要亂說 不要亂說開玩笑的 好 再來就是 通常我們說一個男人的溫柔指數 就是跟他的柔軟的 那個頭髮的 髮絲的柔軟度有關係 如果髮絲越柔軟的人 那個男人越溫柔 不管他長的個頭多高 多大 只要他的那個頭髮 是很柔細的 很柔軟的 通常他都會對你輕聲細語 應該這種時候是 聽母 聽母的好老公 我們不要說聽母 我們只是說他聽母 這老婆說的話他是言聽計從 什麼事情他都好 那如果說他又有一點點自然卷 那你就幸福了 真的耶 我老公有自然卷耶 這樣你就幸福了 那個不是姓 我跟你講是另外一位姓 那就很幸福了 相當相當的不錯 所以這個都是 我們說的超級超級好老公 來來 今天 義德是你算是師弟是不是 對啊 而且他也是我的徒弟 對啊 為什麼這樣講 義德我們說 我們說義德生意做得很好嘛 對不對 其實基本上要當我師父的不簡單 對嘛 要三個條件 為什麼要當你 第一個條件 就是要長得漂亮 身材要好 哎呦 所以這個已經不合格了嘛 第二就是 他是我這個 可是他講的我沒講好嗎 第二就是要有內涵 要有內涵 有有有 嗯 好 再來就是要 就是 很 我還沒講完 你不用進帳 就是要愛心 哎 這愛心是非常重要 這三樣在秀卿身上 還錢都有 有 他有 他真的有 都有 董哥你的表情很奇怪 真的有 真的有 那是他真的 他心裡面這樣認為 對不對 人家說情人眼中除息時 就是這種 是個人的感覺 對嘛 恆春 恆春姑娘 恆春 恆春 恆春啦 恆春啦 為什麼你進照片公司的時候 照片公司跟你講說 哎 雖然你生意做得很好 但是出照片演藝圈 跟做生意不一樣 嗯 你既然來公司裡面 就幫他挑一個師傅 要來帶他 結果就挑秀卿做你的師傅 讓你跟秀卿學習 不過他在舞台的效果 或者措施 各方面都很圓融 哎 你應該講 講當怎麼跟你講 我們唱片公司的老闆 我進去 我是蔡董嘛 他稱呼蔡董 結果合約一簽了以後 多好笑 你知道嗎 小蔡 我轉過了 小蔡在哪裡 小蔡就說你啊 我說是我嗎 他說 簽了一個以後 蔡董馬上變小蔡 對人家做生意做的是蔡董 我想說 對啊 我們老闆在叫小蔡 我說小蔡 小蔡在哪裡 就是你啊 所以我們當 老當就跟他說 我跟你講 蔡依德 你生意場上非常的成功 非常的厲害 但是呢 你在演藝圈你是新人 要慢慢學習 對 那生意跟演藝圈是兩回事 所以呢 你呢 我們所有全公司 三十幾個藝人 唯一只有一個 就是你要拜他 當你的師父 對 為什麼沒有挑蔡小董 太美 為什麼沒有挑蔡小董 哇 你問的太好了 因為他們一樣都姓蔡 對啊 都會 蔡家應該 個性都差不多 可是呢 我們當來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 他覺得我在演藝圈比較活躍 他們是 他們的才藝就是很會唱歌 但是我是很會唱歌 又很會表演 反應比較快 對 效果會唱 效果又好 他們效果也很好 所以我們當然就是說 其實 張舊卿可以在演藝圈 已經快三十年了 你看 他還是非常的活躍 他沒有因為他 出道很久 然後 因為這樣子 觀眾而不喜歡他 大家還是很喜歡他 你要好好的跟他學習 那你從小蔡身上 聽說也學了不少本事 哇 你 雖然他是客氣的叫我師父 其實他這裡 大概我的一百倍吧 沒有 怎麼講 你不要 講說隨便誰都比我 比我這裡好 不要講 其實 我覺得我很佩服他 有學做生意嗎 你沒看嗎 剛剛還沒錄影 他就送你們咖啡了 哎呦 你怎麼會跟我說出來 哎呦 這樣子 觀眾就懷疑我前面說 他咖啡是多少 都是幫他做廣告的 沒有啦 人家他沒有這樣要求 都要直接說了 他送你們咖啡 哎哎哎 他送你們咖啡 但是他都沒送我 但他 他只送我 他只送我一箱 烏魚子 靠 你 你幹嘛 你說 不好意思 差這麼多 我感覺 哦 說你差不多好話 因為 因為他喜歡吃烏魚子 然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肚子更喜歡 對啊 對啊 他喜歡烏魚子的時候 他不是他自己打電話給我 他老公 吃我老公愛吃 你老公 你老公 我老公很喜歡烏魚子 我說 好 我要嚇 他說 但是 他那個量還是要 多一點 多一點 哈哈哈哈 這對老公 真的 是 我嚇一跳 如果多一點 我就嚇一跳 哎呦 不是 不是 他多可愛 你知道嗎 他住嘉義 他今天從嘉義開車上來 那我住台南嗎 然後呢 你知道他多可愛 這裡是哪裡 台北 台北 他遠從嘉義 開車 帶你 在烏魚子上來給我 我說蔡依德 你就不能從嘉義寄到台南嗎 他又要叫我從台北扛到台南 其實你不了解我 最主要是要省那個油紙費 他想要面加 是咧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我還要提著那個烏魚子 一整箱然後提到台南 沒有啦 其實是說真的啦 誠意啦 我的誠意啦 對 是啦 一盒子好笑 叫殘障同胞 幫你拿去送給你 你還不開心 真的 你太親了對不對 女醫師 我講一開始而已 說 秀卿你那個出手出腳 有一次說你看到 易德卡在門檻那邊過不去 卡門 卡門 你去給他倒殺缸 結果害他摔倒是怎麼 那件事 那件事是一輩子都忘不掉的 對 他是好意 你還懷恨在心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聽我講的 因為那件事件發生之後 我才知道我旁邊有多少是好的朋友 多少是壞朋友 怎麼講 你知道我後空班耶 結果現場有多少人都這麼哈哈大笑 沒有來捂我 結果他哭成一團 但是前面是發生什麼事了 前面就是我要出去 沒有 因為我是好意啦 那我就想說 因為他剛好一個門檻在那裡 在舞台上嗎 還是什麼 不是 在一個地方 一個朋友家 然後我想說那個怎麼 沒辦法 要推出去的 輪椅 輪椅卡住了 那沒有人幫他啊 那我就 他就 手把他就往 往 往後拉 我整個就後空了 我不知道 我只是這樣 用力這樣子 我不知道他就整個這樣 他摔到這裡 他摔到頭 他這整個輪椅這樣 我這樣子嘛 就這樣推嘛 然後就 推推推 然後我用力的這樣 一揚 好 你想讓他輪子過去 對 結果我太用力就 撞 就我的頭在地板 我就說 蔡宜德 蔡宜德 然後他就整個 整個這樣昏昏的在那裡 都沒黏在那邊 真的好可憐喔 然後 因為我 我後空放之後 我頭是在地下嘛 兩隻腳是朝上 一對你在那邊笑 我說你們趕快來救我 你們在那邊笑 然後就隔沒多久啊 就 怎麼回來 整個都是血 然後那個 我就這樣 我 蔡宜德 對不起 現場他哭 哭得很慘 我哭到 其實我告訴你真相 我真的是摔得很痛 然後我想說 你把我摔得那麼痛 我一定要報仇 結果我就跟那個服務生講說 你弄一個紅藥手 紅藥手 我就把他弄到手上 一打 我就進來 我流血了 你看 師傅我流血了 他就這樣 你就這樣 那個金的 這金真的不是老花 就是我 你嚇他的喔 我已經靠近他 番茄醬的味道好重 嚇我 唉唷 真的是好朋友 對啊 真的會嚇到耶 請你寫上你的姓名 出生年月日始 你們原來早就認識對不對 對 沒錯 他還差點變成 跟人家媳婦 對啊 真的 我那時候沒有男朋友 然後就跟瑞霞 蔡秋鳳 李明揚 就常常去他們家玩 因為我們那時候 一票新人 他也出道了 對 只他一直都唱不紅 然後 然後我們沒事啊 新人啊 沒事 他就是 就常常往家一跑啊 我們就會做那個 有沒有 國光號的 然後這樣 很開心的 去他們家 然後他弟弟 非常會做菜 我們就 反正就會去住一個禮拜啊 他們家 就是好幾棟房子嘛 他那一棟都沒有人住 就全部都是我們 我們都是 吃啊 喝啊 玩啊 然後什麼就是很開心 也是我現在很懷念的一個 是 我弟弟很喜歡他 對啊 我說你追啊 結果連請他喝咖啡都不敢 沒有 這麼害羞 弟弟太老實啊 他有請我 只是錢我自己付 你小子啊 是這樣啊 你什麼 不是 他拍照啦 因為他每次看到我 他都很害羞 很奇怪 他每次都不敢看我 然後我就 怕你把他吃掉 沒有耶 他是因為我在他心目中 是仙女 女神 女神 所以他每次看到我 就是都不敢 正眼的看我 而且心裡面 愛得要命 所以他也不敢講 結果易德媽媽說 送你黑豆油 黑豆酒 黑豆酒 這什麼反應 黑豆釀的酒 他媽媽很可愛 他說 這有特別意義嗎 有啊 小兄阿 你如果嫁我阿文 你如果要 我現在先把你浸泡 你阿做未來 這個阿妹 真的嗎 這個 這個已經是 這不是暗示 這是民事 你知道那個多貴嗎 那個一翁 這麼大翁 大概要二三十萬 很貴 對 可是你放越久 就越貴 高檔的中藥材 對 黑豆 可以提高免疫力 頭髮會比較黑 對 等等 反正對他很好 對女兒很好 那結果你沒嫁他兒子做內甕酒咧 內甕酒 還在啊 怎樣 是在你這兒還是在他們 在他那裡 在我那兒喔 你又沒嫁給他們家裡 你還是給那扛走了 我想 想說 放我家也是一樣 沒有 那時候就是 就我就很自然的就 可是 我心想我跟他說 欸可是我沒有要嫁給你弟耶 怎麼辦 要麻麻 沒關係啦 你就拿去啦 我媽的心意啦 好 我就真的帶走 然後你知道 因為 我覺得 其實當他們家媳婦很好 很好命 他們又是那些好人 我嫁過我就不用做工作 可是你知道 就是他弟弟很害羞 然後 因為我喜歡的男生是比較大方 就是大辣辣 就跟我的個性 那你既然你們沒有緣分 你怎麼沒有介紹給蔡秋鳳呢 對 對齁 對啊 我自己得不到 我也不要給別人 沒有 沒有 桃花上不上門 桃花有時候已經到你面前了 可是 個性啦 或者是說 就會影響到自己說 敢不敢去接受 敢不敢追 告白 我覺得這要趕快請 這個奕華老師 他這邊有一個很厲害的密法 可以教大家在2015年喔 對 能夠有非常美好的桃花來上門 我準備兩支 香水百合 是 這顏色有分嗎 最好是紅色的 最好是紅色的 然後你自己要聞喔 其實你聞看很香 香水百合 對 很香 然後呢兩支呢 你把它 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呢 準備一個水 水瓶 先把它插進去沒有關係 你就放在 先放旁邊 因為我要準備 請你準備一個紅紙 那我是比較懶惰 所以我用紅包袋 上面請你寫上你的姓名 出生年月日時 再寫上 和和如意字的字 和和如意 對 和和如意 然後呢 把這兩支呢 這兩支的百合呢 就這樣子喔 用這個紅包袋 用這個紅紙這樣子 捲起來 對 捲起來 就是讓你和和 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之後呢 你準備 如果有五色線 就用五色線 如果沒有五色線的話 用紅紙線也沒有關係 來 我們這樣子 繞七圈 七圈 七圈 一圈 兩圈 三 就是要繞七圈 五色就用五色 沒有五色就用紅色 六 六 七 七 七圈之後呢 你把剩下這個線頭 就這樣塞進去就好了 是 我這個有點長 我把它塞進去就好了 不要打結 用塞的 不要打結 不要打結 我們的緣分不能打結 對 緣分不能打結 對 不是說把我們這樣子 死死的綁在一起 只有打上那個蝴蝶錢 是 放在花瓶裡面 我們在正月十五 或是正月十五 來不及的話 就二月十五 月圓之夜呢 放在我們家裡面的西南方 今年2015的 今年什麼都是西南方 對 因為今年的那個 西南方呢 也就是紅卵的方位 喜慶方 放在西南方呢 如果你有對象 有桃花的人呢 他讓你趕快開花結果 那如果你沒有對象 他可以幫你 招來好的姻緣對象 對 謝謝老師 要告訴蔡秋風 對 有啦 他最近很多人追他 是喔 對啊 來來來 不過易德今天難得上我們請問 是是是 易德你從小因為生病的關係 結果 你開過多少次都 二次 四十一次 哇 是 是 他爸媽很幸福 剛開始的時候我的腳是 彎曲的嘛 然後一次二次兩次三次 就一直把它拉直 你腳 你腳 本來是彎的 彎曲的 過彎的 它是彎的 它不是直的 全部這樣彎喔 對對對 然後 那把它開成直的 直的 然後再做附件 所以前前後後差不多二十一次 哇 從小就這樣 從小 就每隔一段時間就要進行下一個階段 進行下一個階段的少數 好辛苦喔 對啊 所以他現在這麼堅強 對 所以說特別感謝父母 你們剛剛還忘了講欸 你知道嗎 以前我去他們嘉義啊 只要中南部 都是他開車在幫我趕上 我開車趕上滿快的 而且你還能開快車啊 對啊 快很準 會 當初我要去學開車 然後我回來載我爸 我爸就很害怕 然後 我開車載他 他就 喔 去花這麼安欸 去花這麼安欸 他就說 開開開開開 欸 想都沒有想到 你還能開車載我 然後我說 我可以開啊 開得怎麼樣 他說 還不錯 但是有一點緊張 有緊張 那爸爸應該心裡很開心 停車位也是很有趣 停車位找那個休息站 我們不是假日嗎 假日找那個休息站 我就去停 那有一部那個車 要停不停 要把它停正 結果 我就把它 一下子我就停進去 因為我技術很好 喔 停得很正 結果 我衝突咬下來說 對不起 我是殘障 唉唷 你背嗎殘障啊 我說我真的是殘障 他說 欸 我也殘障啊 我說 我就看他站得好好的 怎麼會是殘障 結果我說 先生 對不起 不然你過來一下 他說 不然要怎樣 因為我的意思是 要他到車的旁邊 看我兩隻腳是盤的 結果他看到我兩隻 雙腿是盤 盤坐 他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跟你講 那一天沒有殘障 我沒有殘障 一天跟他打 吵架 打起來 搶車位是殘障 他講說我是殘障 他說他還是殘障 其實你一直都很勇於 學習很多新的事物 公民想要學 吉他 說真的我們腳不方便以後 很多東西不能做 平常的生活要到一杯茶水都很困難 是是是 我是想說我的雙腿既然不行了 我就花回上半身 下半身不行 不對 上半身很厲害 只有下半身不行 沒有啦 OK的啦 所以OK的也是OK啦 雙腿 雙腿你不要越瞄越黑 既然都瞄那麼黑了 就把他瞄清楚一點 我跟你講 雙腿不OK 其他的 OK 都很正常 他都正常啊 我私底下有問他 我以為你有檢查嗎 沒有 我有問他說 你怎麼生雙胞胎的 你有一對雙胞胎啊 他兒子啊 幾公分 一百八十幾公分 是喔 拍點出了 拍點出了 太棒了 都是帥哥美女 我都覺得說 哇天啊 您是怎麼辦到的 是 就養得很好 他大家誤會我 好啦好你很厲害 我會很重要的 我跟你講三個小時不簡單 像月明月 我想到你放那麼多嗎 我一定要講 我一定要清楚 三個小時 上次上一個節目主持人問我說 三個小時是怎麼來的 爬床就要爬兩小時 四十分鐘 沒錯 你怎麼知道 我從 我從輪裡爬到床上 就要一個多小時 然後自己脫衣服要脫四十分鐘 然後再上去又要三十分鐘 上去 爬上去也要三十分鐘 好啦不要再說這個 下衣服 結果 時間要糾了 你沒人可以睡 結果第二天 我怎麼有心 怎麼這樣 是啦 那這找老師啊 所以就講說 你這個也沒困 學得起來很難 我 我就硬要學 我就跟阿公說 他說 你如果學會聽 真的不是我跟妳講的 講這個是有一點難聽 學不起來 因為妳的手是血 而且妳的手牌 對於殘障或者是說有一些障礙的人來講 要學習這個態度是很重要 有些人可能 我有雄心壯志我想學這個想學那個 可是 人家把一否定可能就學不成 我是覺得喔 因為 身體上妳有缺陷的人 妳要從心裡面開始健身 那妳小時候妳在學音樂的階段 說妳很想學吉他 老師是覺得 回去回去 我拿吉他是怎麼拿 我是斜斜的拿 我不是像一般正常人 那怎麼去拿 因為我左手是 是沒辦法抬舉的 啊 是喔 現在還是嗎 還是啊 但是我手 手指頭是還是可以按 他是可以按的 那我拿吉他是這樣 真的有困難 那我想學 那就找老師老師就講說 欸你這個好有困難 學得起來很難 我 我就硬要學 我就跟阿公說 他說你如果學起來 我真的不是我跟妳講的 講這個是有一點難聽 學不起來 因為妳的手是斜 而且妳的手盤是 力道是不是很夠的 他說你如果學起來 我給你帶給我帶高 要怎麼彈 妳要怎麼彈 妳要怎麼彈 妳要給我彈 他叫你自己彈嗎 但是到我腳這樣怎麼彈 但是這句話 其實是在激勵 這句話是對我很好 雙重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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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都做到了 這個老師當然 他能多收一個學生 他也沒什麼損失 但是重點是說 他覺得現實面來說 是有困難的 是有困難 但是你後來真的是 那你後來是學會了 我學會了 我一天彈八小時 每天就抱著吉他那麼彈 弄彈 真的喔 而且他琴也彈得很好 對 鋼琴啊 對 也彈得非常好 我喜歡玩這些樂器 那剛開始的時候 很多人都認為不可能 就像娶老婆一樣 很多人也是認為說 娶老婆是有困難的 因為我娶老婆跟一般不一樣 一般男生孩子 用強迫式的我是沒辦法 因為我要對他怎樣 跑給我追啊 他對我怎樣 我沒辦法跑啊 對不對 絕對就是四個字嘛 心甘情願 所以要好好地愛他 讓他會跑 對 沒錯 等一下喔 剛剛講吉他嘛 然後會Keyboard Keyboard可以坐著還好 口琴手OK 對 你誇張了 薩斯芳是真的假的啊 對 都會玩 真的 那我以前打字打得很慢 然後慢慢 因為熟能聲巧 我最高烏霞米格打到100個字 哇 哇 那速度很快了 很快 那個 剛開始很慢 那個識別間慢慢 我覺得熟能聲巧是 絕對是 OK的 所以 你不相信你明年開始 你現在打字還可以嗎 你現在打六個小時絕對 我就 最近那個注音場會拼錯 拼錯我也會啊 會會 連打字都打不過你了 心態要健康 對 如果心態 你認為說我這個腳這樣 什麼事都不能做 這對手蠻不好的 如果你覺得 還有腳不能做以外 像手也可以畫揮嘛 對 那腦袋要清楚 真的 他都可以做想要做的事啊 是 很OK的 對 讚 太棒了 子榮老師我們就先來幫大家做一個恐怖又省準的心理測驗 我們來測一下呢 我不服輸的這個指數有多高 好